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意大利水乡威尼斯 由于常年有大量的游客到访 导致这座美丽的城市出现下沉的危机 为了缓解当地过度旅游带来的压力 威尼斯政府会在特定日期 向到当地一日游的游客征收入城费 所有没有在当地过夜的游客 必须要缴付5欧元入城费 如果游客被发现没有支付这笔入城费 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最高310欧元的罚款 然而政府的这一项措施 却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 而且他们还展开了游行示威 意大利威尼斯的入城收费制度 昨天正式开跑 数百民众决定走上街头对此表示抗议 他们举起各式各样的示威牌子和横幅 高喊我们不要入城费 抗议政府推出的新举措 期间部分示威者试图突破封锁 与驻守现场的防暴警察互相推挤 导致示威活动一度升级为警民冲突 有示威者认为 收取入城费根本解决不了 威尼斯所面临的问题 那就是游客太多 才会导致当地过度拥挤 不过针对当地居民的示威行动 威尼斯市议员却痛批 这些示威者光说不恋 只会空头抱怨并没有做出实际行动 来帮助威尼斯 目前威尼斯的入城费制度 已经开始实行 当局已经在主要火车站 以及其他底部站设立了相关标志 提醒游客们 有关这项新举措的消息 同时当局也派遣了工作人员到场 引导游客使用手机完成付费 对此收访的游客表示 整个付费过程非常流畅 一点都不难 威尼斯政府强调 入城收费制度 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未来当局考虑 根据旅游的淡季和旺季 来收取高低不同的费用